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不是分析房地产市场啊 是在2022年的岁末 我们对各位网友表达感谢和祝福啊 因为我们地产这个频道啊 康德号啊 在这个关注量啊 还有观看时间上啊 每一年都稳定的持续的增加啊 这种感觉非常的受宠热惊啊 因为地产这个频道不是这个旅游啊 煮饭啊 美女啊 但是很多的这种关注量 是吧 我们这个呢 就是说 就是大家把啊 我和Sam啊 主要是把这个周边的这些啊 平常做的这些案例啊 从一个专业的视角啊 给大家一些分析啊 看看市场怎么样啊 实实在在的这些分析啊 不是像这个外面这些媒体啊 很 这广泛的一个啊 这个云山雾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是讲实实在在的这些事情和专业的这个视角啊 没想到大家哎 这样关注我们啊 喜爱我们啊 每一年的观看量啊 关注量都在每一年的上升啊 这让我感觉到是一种动力啊 这要持续的不断的更新 也是一种责任感啊 为什么说这是责任感呢 因为就说 你做这视频得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带来运气啊 是吧 带来决定上的比较清晰的决定啊 正确的决定啊 所以说呢 在这儿啊 就感觉到这是一种责任感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变化的这种市场中啊 你看年头啊 到现在连续七次加息 房地产市场过山车 那每一个板块变化都不一样啊 所以说呢 买家 卖家啊 投资客啊 业主啊 要做正确的决定 特别需要啊 专业人士的指引和专业的意见啊 所以说呢 我们做这些视频啊 有一种责任感 说得得给大家一些干货啊 实际的案例来点干货 这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要达成的目的啊 实实在在的给各位网友带来好运气啊 你们的好运气就是我们频道的好运气啊 那2023马上就要来了 圣诞节也马上就要到了啊 在这儿呢 我是祝大家啊 身体健康啊 心想事成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2023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